所以 你看到 全世界其实都一直在抗议 以色列在这个 这个加萨走廊 做得太过分了 而且你是告诉你说 你要停火要停火 要人道停火 但没有想到 纳坦雅胡居然接受 APC的专访讲 我们要无限期的担负起 加萨走廊的安全责任 那不就代表 加萨走廊我管定了 加萨走廊我要定了 加萨走廊 要一直在以色列的控制之下 而且刚刚讲到的 在这场战争里面 打第一战 立第一攻 打下摊头堡 好的竟然都是机器人 保杰这次以哈冲突的结论来说的话 这个纳坦雅已经说 我结果是什么了 结果就是我们呢 要无限期的担负起 这个加萨走廊的安全责任 意思就是 长时间 他恐怕会长时间的 占领加萨走廊 这个地方是我的 我才有办法保证啊 对 所以你知道 事实上以色列已经亮出界了 那你说 以色列怎么讲的那么 语气那么大 言下之意好像你已经赢了呢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以色列在这一次的作战里面来说话 他目前为止 他发现到说 我用AI跟高科技的 我在2014年呢 吃鳖了这个加萨走廊的战争 在这次打得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完全不一样 保险那根据他们耶路撒冷报纸的报导 他说呢 这是耶路撒冷的报纸 对耶路撒冷说 以色列军队从10月7号开始 战争的一开始 就动用了他们过去 从2014年到目前为止 准备了很多武器 那里面都把它导入AI化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些画面都是什么 都是无人机或是机器人的 拍的视角 机器人呢 他可能在这个洞穴里面 在这个隧道里面跑 然后可以照到各自各样的 这都是从机器人拍的 或者他们动用了各自各样的 AI机器人拍到的东西 然后他们在这里面 他是说我们用特殊训练的工兵 加AI机器人的话 在这一次的作战里面 那个就是小机器人 对 也就是当以色列的部队进去的时候 是 先把它丢进去 丢进去之后 你看机器人进去之后 然后我用这个机器人在里面调查 然后甚至在这里面来说 我还放出狗去咬你 我有各式各样特殊的作战方式 然后我还有特殊的工兵部队 然后这样进去之后 打的这个 这一次的效果完全不一样 根据以色列的报纸说 我从这个10月7号开始来说 我已经摧毁了 一万一千个恐怖分子的目标 这里面包含什么隧道啦 或是包含地道啦 或是我们的这个恐怖分子的房间 一大堆有人 他说光是隧道 我们第一天就摧毁了 150个隧道目标 所以你看隧道最麻烦 隧道最难处理 它最神出鬼没 可是没有想到第一天 就摧毁了150个 对 所以为什么纳坦雅胡敢这样讲 我们将无限期的担任起 负责全面安全的责任 主要原因就是说 这一场的战争 其实以色列已经非常有把握 可以拿下 拿下来说的话 大概就是时间的问题了 而且 它这个AI导入的效果 用机器人作为前导的效果 有多好呢 原来他们在上次2014年 他们也进到了加仨 2014年进到加仨 50天 才破坏了32条的隧道 而且在破坏32条隧道的时候 你是付出很大的一个代价 就没有想到 现在才隔了多久 战争已经完全改变了 这么短的时间 第一天 我就破坏了150条隧道 为什么纳坦雅湖这么有信心 主要原因是打地道战 他们以前最怕这样 2014年那时候打的时候 他50几天的时间里面 只有摧毁32条隧道 那么就讲 我们曾经说过 这里面的隧道 有好几 可能有上千条 你要打多久的时间 所以以前根本不敢打 但是现在一天 你看这一次 他一天就摧毁了150条 所以险阱 他搞不好在半个月 一个月时间里 就可以把隧道完全弄 弄得非常干净 那为什么这个样子 他们就很简单 因为他们这次导入的 跟2014年完全不一样 我们先来看一下 你看 他除了我们刚才讲到 无人机器人之外 他里面有非常多 各式各样的设施 他可以看到里面的这个monitor 他有狗在这边 狗也可以跑进去 那车子还有推土机 然后同时还有海绵炸弹 然后还有钻地弹 所以等于是 他这次都传出来 准备来对付你 有各式各样的武器 在对付你 好 那我们就讲 他怎么进去呢 第一个就是 他先丢这个机器人部队进去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丢机器人进去之后 他可以帮我们 他可以找这个相关的 这个位置在什么地方 然后敌人在哪里 可能潜伏的位置在什么地方 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样的危险 不是 因为隧道最可怕 就是伸手不见无耻 而且我完全不知道 下一个转弯道题是什么 对 我透过机器人 就是我的尖兵 就是我的侍候 对 我就可以了解前面状况了 对 而且你知道 他不是只有这个侍候 保健 那因为他们在地道里面 哈马斯也会埋地 所以他有时候 坐过去的时候 他也可以引爆 没关系 反正这个造价都非常低 所以他等于是说 不只是担任这个侍候 他们还担任所谓 第一个进去这个可能自杀攻击 这个引爆的任务 OK 没问题 好 紧接下来的 他们会出动之后推土机 在上面来说的话 会推土机先把这个土都完全推完 推完之后 在哪里已经完全都OK了 地面上的这个都完全推干净之后 他们会出动这个所谓的 他们的钻石部队 钻石部队就进去了 进去因为确定地面上 都没有攻击武器 我在这边建立相关的 这个攻击部队之后 钻石部队进去然后就开始进去 我们讲他一开始进去的时候是 狗在前面 我们把机器人探知对不对 直接他人进去的时候 狗会在前面 狗会在那边领先 他就领先 因为狗可以闻到气味 他要找人的时候 他去找 就往前冲 对冲的时候 这些钻石部队跟在他后面 然后就用这样去 歼灭相关的人士 这就是他们地道站的这个打法 那至于在地面上来讲 我就讲嘛 推土机推完之后 我要封锁地道的时候 我就丢这个海绵炸弹 丢海绵炸弹进去的时候 把整个地道完全封住 封住之后 然后我再用什么 钻地道 假设我都已经知道 我把你们的出口 完全都封了一干二净之后 我就用钻地道拔下去 这样把你们完全 搭死在这里面 而且按照以色列日报所讲的 在地面占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里面 哈马斯十分之一以上的地道 对 就被以色列破坏了 所以你就知道说 为什么纳坛亚胡 这么有信心就是这样 好 那我们就讲 事实上以目前为止 整个进展来说的话 真的是越进展越来越快 为什么 因为你可以看到 以色列军方进去来说 他们已经完全包围了这个加萨 而且现在加萨的民众 目前为止已经完全真的是 他们经历过三次的 大规模停电 停网路的这个状况 就是每一次呢 他们只要一听到 网路讯号没了 或是电信讯号没了 轰炸就来了 对 轰炸就来 以色列轰炸就来了 好 虽然就算不断地轰炸轰炸 目前以色列 大概已经投入了兵役 大概是一万到一万五千 已经进到加萨走廊里面去了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 他就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不断地轰炸 轰炸目前为止来说 一个这个过去一天之内 他摧毁了大概约莫是 两百四百五十个的 左右的哈马斯的这个目标 而且他们还说什么 我们的国防军在这里面 我们用这个 我们用人员进去里面 狙杀 你看这几个 这几个人是什么 我们狙杀几个重要的这个成员 包括说他们的哈马斯的这个 哈吉德的沙德 还有这个伊萨丁阿瓦德 他们几个 他们两个是地面作战的指挥官 我们在特战部队就把你狙杀 所以我不但是用炸弹 把你狂轰滥炸 把你家给炸了 把你给炸死了 我居然还派特遣部队 直接把你从车子里面拉出来 直接把你驱杀 所以你就知道 说事实上他们现在 以色列国防区是真的已经 进到这里面去了 好那进到这里面去的时候 你看他们现在在地面上的话 就后面就持续进行 所谓爆破跟地面推进 所以他们有这个所谓推土机 这样 那你想说 你打成这样子 国际不是抗议你要人道吗 好 以色列说我们有 你看 他就说 我们有开放一个人道走廊 这个人道走廊是专门的 让这个以色列人 撤退了这个状况 所以 你不要说我们不要让你走 我们现在还是开放一个路线 让你们走了一个状况 而且我们就讲 以前打仗就打仗 以前打仗就提将快跑前进 直接往前冲 没有 所以你就发现 以色列我觉得真的已经 又颠覆了 俄乌战场对我是一个教训 以色列这个战场 第一个 你完全用了AI 你完全用了无人机 你不然是天上的无人机 你的地面 都是无人的机器人 更可怕的是 在这个战场里面 随时有一个天眼 随时这个天眼 可以监控所有战场的状况 这个所有的战场的状况 马上可以回到本部 甚至 他还可以拿来打宣传战争 对 为什么要打宣传战争 因为现在国际上都要求你人道 人道就是说 你看我有开放这个人道走 让他们走 第二个是什么 你为什么要炸医院 你为什么要炸学校 你为什么要炸游乐场 现在以色列人给公布 你看 他就说 你看 他就先这样公布这个 你看 你看这就是他们当地的游乐场 游乐场照理说小孩子在的地方 然后他镜头一转 转过去 他就跟你说你看 这个窗户对外的部分来说 这边都是炮管 你说炮管指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我们以色列北方的状况 所以就说你看 他们玩耍的地方是 哈马斯火箭的发射场 他们就说你看 Seeing is believing 你要亲眼看着才能够相信 就是这样 你不要说我们打这个学校 打游乐场 他真的就是这样啊 所以哈马斯的基地 是放在儿童游乐场 哈马斯的基地是放在医院 哈马斯的基地是放在清真寺里面 对没错 他们还公布一个影片 这个影片就是这样 这边是什么 他们的据点里面 就在清真寺的旁边嘛 所以现在以色列人 也跟你在打宣传战 你说地上的那个洞 对 那个洞是什么 对就是发射的这个地方 他们从下面 埋在下面这样发射出去 他们就是发射机 你就说你看 这就是他们的这个状况 所以你不要说我们是在 这个乱攻击的一个状况 所以以色列这次 打仗的同时 他也跟你在打宣传战 那当然啦 以对以色列来说的话 他会面临到哈马斯的这个抵抗 我们刚才讲到 任何的这个地道的攻击的时候 我们刚才讲 除了这个放机器人下去之后 这一次他们还会放一些 所谓的相关的 你看他们会放相关的这个摄影机 进去打他们的相关的这个地道 所以这次以色列军方 他们在处理方面来说的话 都是处理的比2014年更加精细 而且他们这次出动了艾坦装甲车 对 这个艾坦装甲车很厉害吗 对没错 事实上在这一次的这个 整以色列来说 这个艾坦装甲车第一次这个上来 第一次上来的时候 你看他不太一样是什么 用在加沙这个地方来说的话 过去一段时间来说 可能就是 比较这个地面上都说 基本的这个高道路设施 没有那么好 你看他改变就是这样 他把它变成是类似是轮子 取代这个履带 所以他在里面作战的时候 他的机动性是更强 再来就是他的底盘 他底盘有特殊设计 他可以抵挡那种高当量的这个地雷 可以做爆炸的时候 他可以抵挡得住 对抵挡得住 那再来就是说 因为他本身有非常多的这个 这个雷达讯号 还有这个红外线讯号 所以即使炸掉的时候 我本身的通讯 不会被断掉的一个状况 然后再来就是说 他其实攻击火力是相当相当强大 而且这次要因应什么 因应这个 因为哈马斯现在也很厉害 因为无人机 他们有用无人机丢这个 所以你看他们在很多 他们的这个炸弹上面 因为整个坦克车最脆弱 就是他这个顶的这个部分 你看他顶上面 也加了一个棚架在这个地方 然后也要抵挡无人机的攻击 所以你看其实 这次整个作战里面 以色列是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所以纳坦雅我才会说 我未来的目标是 控制这个加煞的安全 好董事长 刚刚讲最近的俄乌战争 还有这次以色列这个战争 都给台湾非常大的一个教训 在这个俄乌战争里面 那是不对称作战 你没有想到这个监射武器 对坦克会造成这么大的一个伤害 你也根本没想到战场管理 在这个战争里面变得如此重要 但是以色列更可怕 完全导入AI 他完全导入这个所谓的 刚刚讲到的 你伸手不见五指的隧道里面 我都可以透过机器人 来进行战场管理 以色列战场管理 从战术上我再补充一点 他有一个部队叫做巴尔 巴尔洞洞部队 巴尔洞洞 巴尔洞部队 所以台湾讲的叫什么 网军 网军 但网军的功能是什么 他其实就是控制无人机 他监听 他卫星信号 就是通信信号 全部 全世界最优秀的网军 就是以色列的网军 就是这8200 他们这些网军训练 就从高中时候开始 到学校去找成绩最好的优等生 然后进到8200部队训练 训练 所以你看看 你刚刚讲的那种过程 他怎么会打 怎么会那么坐标 对 监听嘛 他的通信信号 他全部都可以拦截 对 全面性拦截 所以他的辨识能力非常强 然后再加上无人机 再让相片比对 是 所以他声纹的比对 跟这个图片比对 所以他这个部队 是真正的一个神秘部队 所以刚刚讲 你在圣城医院底下 你的圣城医院底下 有启程 你的哈马斯在启程 甚至你的哈马斯 在圣城医院的西北角 开始进行攻击 完全被以色列掌握 所以请问你 如果他没有监听到 他怎么会知道 他怎么要事后 能够知道 拍哪里 知道是他的 事后所站 所以那不是谁机拍的 对 无人机要有人控制 所以他整个从 我还是从高空 你刚刚讲的嘛 从卫星的 从他侦察机的 从无人机的 但是整个资讯的战场管理 怎么管理法 所以我刚刚讲到 他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部队 叫做8200部队 那8200部队 是全世界最优秀的 最优秀的网军 他们是属于一个单独的 他们IDF的一个情报系统 那个跟 这个就是所谓的科技情报 那他这个东西就是把 所以你看看 因为哈马斯不管怎么讲 要不要通信嘛 要通信 通信全部被我拦截了嘛 那你要不要E-mail嘛 你要E-mail嘛 你要联系嘛 所以我骇客就进去了嘛 难怪说 我怎么可以这么精准 我怎么知道你住在哪里 我怎么知道你住在哪一层 你连地下室第几层我都知道 我都要钻地 但我要多少的当量 竟然可以计算得清清楚楚 还有你要出来你搭哪一部车 你的车是什么颜色 你要经过哪个路 我的特种部队 我要在哪里拦截你 完全都非常精准 所以他把通信的全部的情况 掌握以后 然后这个全区域的这个 包括彼此通信的 程式与程式之间 全面性的屏蔽 是最后的动作嘛 他把你屏蔽完了以后 你就突然间被瞎掉嘛 对 你瞎掉的时候就刚刚 就刚刚这个 市中讲任人宰割 炸弹的来了 因为这屏蔽的开始 是怎么攻击的开始 对 一直开始全面所有 所以他的科技情报能力 超强 所有的通信全面拦截 所以这个 然后座位的 座标的设定 攻击座标的设定 全部一套 那这是他的真正在 战略跟战术中间的一个 最重要的工作 然后第三个部分是战略 最高层的战略部分 战略部分你看到 我就说不懂 布林肯跑去 跑来跑去 跑什么 今天我们看懂了 怎么样 把整个所有的阿拉伯的联军 本来要组成联军的可能性 那土耳其 你看到没有 不打了 挡掉了 伊朗不打了 他不打了吗 他不打了 我原来 因为他是宣布不打了 我现在看起来是真的不打了 因为美国 老美可能不相信他 所以老美在那边布上 所以一直没有办法解释说 昨天 这个潜艇 俄亥二级的潜艇 为什么经过苏伊士运河 然后浮上水面 然后明火直上的通过 这什么意思呢 我知道了 他还是担心你们后续 还有这种侥幸的可能性 今天你看到没有 今天开始 拉泰亚户就非常强烈地告诉你们 因为他已经完全主导了 这个战争的全面性的 这是以前伊朗讲得这么凶 土耳其讲得那么凶 而且这场战争根本 就是伊朗在塞狼的 然后伊朗就是 灰灰依旧 跟他们有关系了 因为 因为以色列已经在正场全面控制了嘛 所以他今天的讲法有两个 他说一个是 无限期的担负安全责任 还有什么 无限期的战争 他没有定战争什么结束 然后你要有什么人道问题的时候 他可以适当的考虑 这时候完全不谈人质问题的 不谈人质 而且美国人质大概目前 在手上大概还有十个人左右 对 大概目前在这个里面的 就是说有这个伤亡 就是死亡的人数 大概三十个人左右 所以美国人对这十个人质的问题 也没有非常积极的处理 虽然他派了特种部队去 但是特种部队并没有 我不知道他不知道 也没有什么行动不晓得 其实说在谈判中 但是看起来 今天整个战场的主导 情况来看的话 应该纳塔亚湖 已经全面控制了 这个北加萨城镇 所有的战争的每一个细节 所以我不认为他们 还会再继续谈判 这一次以色列进到了加斯坦皇 没有想到 那是一场科技的战争 恶务战争已经让我们知道 战场管理很重要 没有想到 在这一次战争面 你不管什么 我要找地道 我今天要发射飞弹 全部都跟科技有关 F35用空对空 把这个所谓的 这个旋律变弹打掉 已经不得了了 你说在外太空 把飞弹打下来 更是人类第一次 对 没错 那么以色列这一次呢 除了这个 灰军攻打这个哈马斯之外 其实已经好几天了 他现在才公布 公布什么 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 在外太空进行的战斗 什么战斗呢 他用他的飞弹防御系统 也就是飞弹防御系统呢 直接在外太空 把来自于叶门 胡塞叛军的一枚 已经发射了1609公里的 相关的弹道飞弹 直接在外太空 砰把你给炸毁 这很难吗 很难啊 为什么呢 如果不是很难的话 就不会是人类 有史以来第一次嘛 你打到外太空会被你打下来 打到外太空去 打到超过100公里的这个 等于说卡门线以外 所以呢 这一次以色列就跟全世界讲 我以色列不是 那么不是这个等于 中东雄师而已啊 在地面站这样子 搞哈马斯而已啊 我的外太空 我也是一流的 你知道吗 我一定要被打下来 为什么 因为这个外太空呢 他的变数太多 所以以色列直接 为什么这次公布 他还卖关子哦 他还卖关子 因为大家都知道 中梯宫以色列有铁铁系统 铁铁系统已经算很厉害了 可以拦截百分之八九十啊 比爱国者还厉害 但问题是 后来大家震惊啊 因为他在外太空 你还有一个飞舰系统 这一次在外太空真的打掉 真的打掉 不是开玩笑 那是打真的 听说他打了那个爆炸声 后来 地面还听得到 地面那个声音 太夸张了吧 地面还听得到 因为有以色列的据比如说 他有没有发现那个 发现抬头 他天空有点 打雷一样的声音是什么 后来才赫然发现 原来是 来自于叶门的这个 等于说胡塞组织 那因为叶门这个叛军 胡塞组织 他在这场 10月7号开始的 等于说战争开始了以后 他已经发射了四次攻击 他包括徐翼飞弹 包括火箭弹 包括无人机 包括这次的这个飞弹 他已经攻击了四次了 那么这四次以来 包括还记不记得 美国有的航母集团的驱逐队 有一次 打掉三枚的地对空飞弹 跟相关的这个 八架的无人机 那么不稀奇啊 为什么 因为我们飞弹拦截系统 都可以拦下来嘛 那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那么过去呢 过去包括沙特阿拉伯 也曾经拦截下来 可是问题是那不稀奇 因为你们不是在太空上嘛 而且我跟你讲喔 以色列还完全掌握了 这枚飞弹的轨迹 他让他飞了1609公里 1609公里 再来就是准备要 往以色列地面的目标下来的嘛 那个速度是非常快的喔 所以呢 他直接在他还来不及下来的时候 外太空砰就把你给干掉 那干掉就搞是 一枚精准打掉嘛 打掉以后 以色列还很保命说 我们不会告诉你 我们是怎么把他打下来 这才可怕 厉害 我们不会告诉你 我们是怎么用我们的极音速飞弹 把它打下来 那告诉你什么 你以后 我今天能够打下你 这个叶门胡塞汉军 这一枚1600 飞了1609公里的弹道飞弹 我也要你下次来 我也可以打掉你嘛 对 而且我跟你讲 这套系统因为是当年 跟波士兰战争有关系 当年波士兰战争 那个飞毛腿 伊拉克的飞毛腿的飞弹 故意几十枚去打这个以色列嘛 那当时美国拜托以色列 你要忍住忍住忍住 你不忍住就变成重重大战嘛 就转移了焦点嘛 所以当时那以色列忍住了 虽然有用飞弹防御系统 美国飞弹防御系统去拦 但没有拦 没有全部能拦住 所以造成重大伤亡 所以那时候以色列就说 我一定要有一套系统 我一定要有一套系统 中低空的叫铁穹 那么高空的就叫飞舰 所以这一次就在飞舰 而且他当时因为事实上 他们后来直接针对 伊朗的流星飞弹型 对不对 那么像这一次 这个叶门这个 就是流星三型的 所以他专门锁定这样的一个飞弹 我的等于说 我的相关的飞舰系统 就专门锁定你 这一次是所谓的流星三号 对上飞舰二号 结果目前以色列完成 所以你就知道 这套系统也告诉全世界 我跟你讲 这套系统有什么好处 因为它退出几十年来 一直没有什么贡献 过去曾经不小心误判 所以不小心把叙利亚的地对空飞弹给打掉 但问题是在外太空打掉第一次 所以德国已经下订单了 德国下订单 德国不要萨德系统 不要美国萨德系统 德国要这套以色列的飞舰系统 我真的非常激烦的是 现在全世界到处充满抗议的声音 而且我们刚才讲 连联合国都说 你这样子太过分了 你应该马上停火 可是以色列有停火吗 以色列没有停火 以色列照样的狂轰滥炸 这个礼拜又发动了整个战争以来 最大规模的攻击 我觉得最夸张的是美国 美国说不行 这个时候不能停火 你这个时候如果停火的话 你会让哈马斯有这个 所谓的重新再来的机会 而且从11月5号开始来说 以色列进行的这个进行战争以来 最大规模的轰炸 这个轰炸轰炸到什么程度 轰炸到什么 连救护车你都炸 救护车都炸 他在这里面炸医院 然后炸学校不说 他这个人在加上有两个医院 一个叫西法医院 一个叫盛城医院 两个医院都已经被攻击了 盛城医院已经炸了 对被炸了 炸了之后 结果没想到学校也炸 很多人都已经受伤了之后 就还在行走中的救护车都炸 炸到连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都说 你连这个救护车都炸 我感到非常的震惊啊 那你就知道说其实全世界 当然没办法接受 所以各国都有非常多的 反这个以色列 炸得太夸张 你怎么连救护车都炸 这个状况呢 连联合国很多的组织 很多的委员会都说 你赶快停火吧 你他就说你这个战争罪 但为什么他们要炸呢 我就跟大家讲 因为地狱时刻准备要来到 地狱时刻 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为什么要炸 因为目前为止来说 以色列已经完成了 对北加萨的包围 你可以看到 他们之前一直要包围这个 目前已经切断之后 现在已经进行围困 望中之鳖 他们这几天有准备要进入加萨市 因为要进入加萨市 所以要更加的狂轰滥炸 炸到这个所有的这个地上的建筑 最好能够摧毁都摧毁 我地面部队才能够快速挺进 而且我们跟你讲 以色列的国安部的发言人讲说 我们现在已经确定了 把加萨走廊一分为二 对 这个一分为二的讯息就代表 我地面部队已经全面包围北加萨 还有 这是一个发动总攻击的讯号吗 所以未来都说 可能48小时之内 会全军进入这个北加萨 这个加萨市里面 开始进行一个大反击的状态 那因为呢 他要攻击 所以这个时候呢 人家就说 你美国老大哥 你出来说说话吧 就被想到布林肯说什么 一旦以色列停火 哈马斯可能会重启攻击 重启组织再次展开攻击 所以美国是支持继续攻击 对 美国站在你这边 美国现在呢 修出双航母福特号 还有艾森号 还有巴丹号 甚至这几天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意外的画面出现了 就二亥二级的这个潜水艇呢 他也要来到地中海 那你来到地中海的时候 他就浮上这个苏伊士运河 他就说我现在正在通过苏伊士运河 让你看到 我这个二亥二级的潜艇呢 准备要进入到地中海的这个状况 刚刚讲的你的艾森号号 你的福特号 同时出现在地中海 这已经是前所未有的发生的事情了 是 结果 不但你是双航母 对 你连二亥二的 这个所谓的核潜艇都来了 对 所以你看 事实上以色列现在也讲了 你除非把所有人子放过来 我才会停止 所以现在整个 这个战争的局势呢 其实是并没有减少 并没有外界那边跟你抗议减少 反而在未来48小时之内 可能会来到最高点的一个状况 而且我们看到以色列现在发 比如说释放了很多的影片 比如说 它现在一个总攻击 全面攻击 全面包围 进入到加剎式的 准备开始了 没错 我们刚才讲嘛 轟炸完之后 它就出面坦克车 那坦克进去之后 等一下它做什么 你看它炮轰 它不是乱炮轰的 它炮轰的地点 疑似是可能是 这个地道的入口 它炮轰之后 让你呢 要么你就从里面跑出来 要么就是我先把这个入口 破坏 到破坏之后 你找不到回去嘛 所以我在外面给你翁中桌边 你是地道入口 地道入口上面 上面会有一些尾床 会有一些建筑 我先把上面吹毁掉 吹毁掉以后 第一道入口就出来了 第一道入口出来了以后 我要么就下去侦查 要么就是 我把你直接封掉 对 它们会派士兵进去 不是说的 你看 它们还派什么 保洁 它们还派以色列训练的军犬 他就把军犬放到这个洞里面去 你现在看到的视角 是军犬上面背一个摄影机 对 它背在上面 你看 它遇到了 开始狂咬 那那以色列去 哈马斯的这些人员 根本没有料到会来这一趟 这么暗黑里面来说 它们也看不到 狗对你很敏感 狗马上就抓到你 就咬 你看 把它咬到这个 你看 这个哈马斯的这个人员 你看被咬成什么样子 你看从这个狗的视角 你就知道 军犬攻击 军犬进去之后 找到人 然后全部开始 因为军犬在这个地方 它可以闻到味道 所以后面 你看 军犬在前面 后面有以色列的士兵在这边 它们跟着它 所以它是整个这个战法 是这样的战法 好 那除了这个 是地面下的这个战法之外 它们地面上也是一样 地面上来说 你可以讲 这么一堆 一堆这个尘土飞翔是什么 他们出动工兵部队 有这种讲法 我们有讲过这个 D9的这个推土机 是 开始往前推 往前推的时候 推推推 把整个所有的 你看 因为之前 这个哈马斯在这边 满有地雷 炸药 我就用这样来清空 那清空之后 这个D9的这个推土机 对 它不怕地雷 是 我直接把整个地雷推出来 对好 推出去之后 然后就开始往前进 往前进来说话 这边所有的建筑 我都要一一的摧火 我就讲嘛 因为这很多基地里面 可能有前哨站 有很多恐怖分子 买到这里面 所以我就用炮轰 炮轰之后 把它这个建筑粉碎之后 我再用推土机把它推倒 所以它们等于是 一连串的这个方法 但你看炸炸炸炸 炸 总是会炸到 不应该再炸到 所以这几天它炸到什么 它不只炸到医院 它还连这个 贾巴利亚的这个难民饮 它都炸到 它又炸难民饮了 那炸到这个难民饮 难民饮已经很惨 就没想到难民饮 水在那边流 为什么 这是它们存起来 准备要过火的这个水 就水箱被炸坏 炸坏之后 你看这个水完全流光 你说那个水是 它们本来自己有水箱 自己有储水设备 储水设备被炸掉了以后 对 从里面流出来的水 对好 那现在我们刚才讲到 从早到晚 它们都不断的炸 不断的炸 所以目前为止 来说吧 你看炸到什么程度 炸到这个难民饮 很多地方都完全被炸毁 你看很多难民 现在呢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画面 就是难民都 都散落在这个医院 或是难民 难民饮的四处 它们都在那边很慌张 因为不断有炮弹 打到它们难民饮的这个状况 好 那刚才讲是 现在 我最像是盛城医院 之前已经警告了 盛城医院的底下 就是哈马斯的总部 他不断的警告说 你周边的人 你跟我离开 也就是他开始在周边轰炸 结果盛城医院 大家想你总是不敢炸吧 这里面有一万两千人 一万两千人的盛城医院 而且是加炸走廊最大的医院 你炸的话 不怕引起公愤吧 没有想到 这两天 他真的炸了 对 没错 医院来说的话 照理说不能炸嘛 结果人家说 你为什么要炸 那以色列的国防的 国防部的发言人 他就说你看 我们展示给你看 我们讲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的周到的影片 这影片是什么 我们是在医院下面发到了 发现到了地 到了这个入口 所以这就是证明了 我们就是他们 在标出这个地点 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医院 医院的下面 就真的有这个入口 好有这个入口的时候 他还说什么 他说还有人 从上面来给我们攻击啊 还有在里面 他就说你看这里面 他们有瞄准人 他说人来说 还有人在那边对我们攻击啊 所以这都证明了 医院里面真的是有相关的 相关的这个士兵在这边 不是我们以色列要指控 说他是这个哈马斯 是真的是这个样子 他真的还说什么 不是说只有这个医院 他说什么 我们还有这个 在儿童乐园啊 儿童乐园里面 还有发现什么 哈马斯的火箭发射弹的 这个冰箱厂 就在这个地方 他说你们都伪装成一些 你看医院 还有这个儿童游乐场 还有小型游乐园 里面都是这个样子 火箭发射器 放在儿童游乐场 对 所以以色列公布这些照片的意思是说 不是我们在无奈你 而是你们真的就是这个样子 好那不只是这个样子 因为这几天呢 全世界讨论一个重点是什么 以色列居然攻击这个 这个哈马斯的 救护车 救护车 救护车还说 你怎么连救护车都攻击 结果没想到 以色列就说 我跟你讲 这根本不是救护车 这是什么 已经被哈马斯用来当成Uber 他们用Uber 运送他们自己的武器 运送他们自己的人员 也就是说他用这个 来伪装的一个状况 救护车是伪装 对他们就讲 你看这是他们用的 他们就说什么 你看他用这个救护车 这个救护车 他们还拍 还拍喔 他说这个救护车放在哪里 不是医院 他放在什么 他们训练所 还有军事高层所在地 也就是说他们可能怕到说 万一我军事高层被攻击 对 或是我在这些所有训练 我要躲在哪里 我躲在这里面 然后车开出去 你如果敢攻击他 就变成是一个非常好的 掩护的相关的工具 所以这就变成是 哈马斯用这样 那以色列就说 你看我们抓到你 你真的就是 他们就清楚拍到 有人跑进去 那这就是哈马斯的人员 这你可以看到 这个战争也是宣传战争 也就是你明明知道说 你会用救护车当掩护 用救护车来做回你的军事目的 但是你以色列要炸的时候 你也要做好功课 不然你就被骂死了 所以现在双方 当然除了在轰炸之后 他们也有相关 你看他们还 这个当然 以巴勒斯坦这边来说的话 他们就 哈马斯就说 你看这明明就是一般的 这个救护车啊 你还弄到我们上面干什么 那以色列当然就马上公布说 我们有看到有人 从那边躲进去 所以双方的 其实是在打一个 宣传战的一个状况 哈马斯当然也不是省油灯 哈马斯他们也释出一些照片 不是你打我们 我们可以打你 这是什么 这是他们的士兵 在加沙城区的时候 他们就突然跑出来 然后你看 这爆炸是什么 爆炸是以色列的坦克车 他们说坦克车也受到攻击 他们就说 我们随便也摧毁了 10辆坦克车以上 就反正我们就跑到地上 或是隐蔽隐蔽出来 就攻击你 那甚至还有一个影片是 这是巷战的这个角度 他们就说你看我们在巷战 巷战里面来说 我们就跑到 你看这互相在那边 有哈马斯的角度 那我们就跑到 然后这个以色列的 有军人的地方 就把它摧毁掉 这样一个状况 然后就跑到地道躲起来 你看它整个画面是 跑到上面去跟你开火之后 又躲到地下 所以呢 目前为止 以色列为什么 伤亡人数已经有 上百人 三四百人以上 就是因为 这个帐真的不好打 哈马斯也很凶害 对 所以现在以色列能够做的是什么 以色列能够做的就是 我先把 上面的建筑都炸毁之后 我现在再跟你进行一个 巷战跟这个城市战的状况 而且现在美国态度 已经非常清楚了 我的福特号 我的艾森号号 已经到这个地方 要求所有的周边 不要轻举妄动 没错 像目前为止来说 这个布林肯他也在周边 他也是把周边国家 就要求大家 你就不要动 为什么 因为美国现在已经来了 美国包括说我们讲到 福特号艾森号 还有巴丹两栖攻击舰 在这个地方 甚至连二害二的核潜艇 都来了 来到这个地方 所以美国是重兵 压在这个地方 那你想 美国上次有双航母的时候 上一次在2003 伊拉克战争 在上一次是 这个所谓巴尔干的 波斯米亚 那时候的这个 要划出一个禁航区的时候 都是这样 只有两次 所以在这一次 再次现身到 这个地中海 所以告诉你说 老美我现在 这个地方我造 那以色列呢 你又我造你 你就继续打吧 打到哈马斯被歼灭为止 董事长 这个战局到底 会扩大到什么程度 不是看到说 现在以色列已经掌控了 所有的局面吗 不是已经将加萨走廊 完全包围了吗 为什么美国还是如林大帝一般 刚刚讲你有双航母 你有福特号 你有艾森航号 连你的两栖弓底舰 巴登号都来了 还不是如此 今天最让人惊害的是 你连 恶害恶极的核子动力潜舰 你都送到这个地方 对 最罕见的就是 美军会故意把他的 核子动力潜舰 在通过苏林寺运河的时候 他居然会浮上海面 秀我的肌肉 然后公开地在这边巡航 然后通过苏林寺运河 让全东东全世界看到 这个看起来没有必要吧 对 因为你有讲 你刚刚讲的兵力那么大 航母的重队在这边 整个那么强大的兵力 然后你不要忘记 以色列总共现在动 包括动员后备部队 总共54万部队 他现在动了大概10万人左右 去攻击哈马斯 对 其中还有将近40万部队做后备 做预备队 那这个有后面有40万的预备队 然后又有双航母 对 双航母在这边伺候你 好 今天还再派出 这个所谓的战略潜艇出来 这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 就表示说 这个战争越往下面发展的情况 其他国家参战的可能性 会越来越有可能 你说情势会升高 当然 所以你看到布林肯 好像这一次 带房云中东 他要去哪儿 要去土耳其嘛 对 土耳其到底会不会参战 伊朗到底会不会参战 对 现在嘴巴要讲 伊朗就说 这个跟我没关系 我们没有参加这个事情 他不是被打怕的吗 而且我们不是为了别的国 我们不是为了 别的国家而参加战争 都是这样的讲法 对不对 但是这个讲法到底是 是真是假 你不知道 我认为 那个是宣传战 所以因为美国不是笨蛋 对 他们部署了那么大的兵力 在这个地方 就是他们的盘算里面 他们的计算认为 中东的阿拉伯国家 会参与这场战争 你说战争还没有战争开始 不是这个太 波特拉这个预备队太大了嘛 我刚刚讲了嘛 光是以色列的整个部队 有将近四十万的部队 已经准备在这边等了 对 他这个耗费这个感觉 如果真实是一个 所谓的区域性的战斗 他把哈马斯灭掉 对 那这个事情就很容易结束 又结束了 当然会不会这样发展 他们发展不会这样子发展嘛 这一定是一个地区 一定是一个中东的区域性战争 区域性战争 而不是一个地区性的小的战斗嘛 所以他们定位已经很清楚 这一定是个中东战争 这第一点我要解释一下 而第二点你要看 你们刚刚讲的一个很重要的 哈马斯有宣布说 他们炸毁了以色列的这个 十艘坦克 以色列的主力坦克叫做 梅卡瓦的主力坦克 这个坦克在全世界上非常有名 它大概六十几公顿 六十几顿 最重的一个坦克 为什么 它的保护力是全世界最强的 我就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画面 如果这两天就看 它是一个很有趣的画面 就发现说 以色列的一批战车 在往前在前进的时候 结果居然没有谁办步兵 没有看到谁办步兵 没有看到谁办步兵 然后就看到 这个哈马斯的这个部队 偷偷跑出来 就跑出来 就在 就在战车上面直接直接放炸弹 然后直接拿这个 火箭炮直接攻击 对 就把那战车炸掉 那战车是炸掉没有错 我们刚刚看到很多画面 都没有看到空中的画面 空中有什么你知道吧 有什么 有无人机 全部是无人机 它在诱敌嘛 它以诱敌出来 不知道怎么知道你在哪里 对不对 你就地上 你从这个地道里面跑出来 它从雷达 无人机 画面 热 这个热 热显像系统 全部把你搞得清清楚楚 你出来放个炸弹跑 对 跑到它下面什么东西 就开始轰炸 就跟你了 它后面就跟上你了 你比如说小狗给你看到 是给你画面 这真正厉害是它专地站嘛 它一炸下去的话 一个整个地方 整个炸弹 你看这个区域性 你看那个炸弹 它整个爆炸的那个威力 包括那个爆炸所出现的那些 破坏的痕迹 但是整个 所以它这个 它的诱敌的射力 是很清楚的 怎么可能说 有一个 有一个实体台站车 在路上跑 然后没有任何步兵 而且它那个站车的特色 就是刚才 今天起炸 炸完回去修一修 它一两个月又回到站上 所以我怎么可能 让一个步兵 然后接近我放一个炸弹 就可以跑掉了 怎么可能就是这么 那个问题哈马斯很高兴 就是宣布胜利嘛 就炸毁自己的坦克 那个坦克本身 极有可能就是引诱你出来的坦克 这诱敌深入 诱敌出现 当你哈马斯战士出现以后 它的其他的配备 最重要的 我刚刚讲到的圈 你为什么有那么多画面 无人机啊 它的无人机在空中 它有绝对的空忧 对 它只从卫星 从它的空中的侦察机 从无人机 它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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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空忧 整个把它照住整个场面 然后一个区域进出以后 还更厉害 它把你屏蔽掉 把你的电话给你的电话 除了你用有线电话以外 你要回到最有 最原始的 Walking Talking 有线电话 最有 最原始的有线电话 其他所有的 所有通信的装备 全部屏蔽掉 但是这个 但是绝对优势嘛 所以他拿下哈马斯 而且他的战损 会在最小的情况之下战胜 这不是问题 所以拉大亚胡对这个 停火的概念 他讲的 他讲的调整很简单 他说除非你要开 释放人质 释放人质 其实他能够 他会释放人质吗 他其实会释放人质 拉大亚胡会停止吗 不会 也不会停嘛 所以他会继续杀下去 杀到底嘛 只是他杀的情况之下 就是我在上礼拜讲的 他是在暗中进行 黑暗中 他在暗中 一步一步的外科手术士 你今天连人家救护车都炸了 人家医院你都炸了 好 你要注意到 我看到他的IDF的 这个就是以色列国防军的 发言人的画面 他厉害的 他不是跟你讲说我炸医院 他把这个医院 被炸这个医院 对 上一次发射飞弹 火箭弹的画面 给大家看 他在这个医 医院发射火箭弹 医院的旁边 就这个发射口 他把这个相片照好了 给你看 他是在这里炸我们 然后我炸他 什么不对 那你医院旁边 所以他不是给你看一个洞 我们现在看的是洞 是鬼是炸完以后的 他会在巴洞攻击前的画面 都拍了 全部都拍得好好的 完整的给你干了 那救护车拍好的 15个人死亡 然后车上的所有是武器 全部可以拍好的 救护车上都是武器 所以他有后面 我刚刚一直讲 他有空中的空防 包括他的战后的这种摄影系统 全部都会拍好的 所以他跟你联合国吵架 他有东西可以骂 他说我 他们不是救护车 他是根本是军火的后备车 他就拿这个来搞 所以以色列这些东西的住战 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完善 尤其他是绝对的空优 而我刚刚提到 他把无人机做了一个 非常彻底的大量的应用 好 这边 另外一次 以色列的军方宣布一件事情是 他透过F-35 用AIM-120的飞弹 将一枚的薰衣飞弹给打掉了 为什么这个讯息 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惊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以色列的空军 就真的太强了 以色列使用F-35 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了 以色列是在2018年 这个买到也取得了 这个F-35的战斗机 现在他在国内有35架 39架 那准备要买到75架 一架1亿2500万美金 将近40亿台币 但是这么贵的战机 却让这个以色列使用 如必实质 比如说你看画面 他现在创下了这个 全世界J型战机的第一个记录 就是他可以用空中的战斗机 击落一枚地对地的巡异飞弹 这个难吗 这当然难 很难 你想想看一般我们在防空飞弹的体系 防空飞弹是在地面上固定不动 他只要计算好来袭的这个飞弹 它的轨机和它的这个轨道 然后瞄准好之后 赶快发射一枚 两枚 三枚 去拦截集中一枚这个地对地的飞弹就好 可是以色列这一个不同喔 他是本身他发动AIM 发射AIM腰两栋的先进中层攻对攻飞弹 或者是AIM-9X的响尾蛇飞弹 那你本身战斗机 F-35它的最快的速度 也要1.6马赫到1.8马赫以上 他也在行进的 他也是在飞行行进快速飞行当中 然后他又要发射飞弹去锁定 我刚刚讲的那个地对地的巡异飞弹 你说那有难度欸 很难 他本身两个都是快速移动的物体 比如说那个地对地的巡异飞弹 他一定也是超过3.4马赫嘛 那你以色列的这个战斗机 空中的战斗机 已经飞行速度1.2马赫以上了 那你发射了这个飞弹 要去拦截他 飞弹的速度也很快 所以你要瞄准他 要精准的打击 那要有非常强大的电战系统 跟他的这个F-35上面的战斗机的电脑 所以你说这个大概是有史以来 你从透过空中武器用飞弹 把一个巡异飞弹给打掉 而这个打掉 你刚才讲F-35的计算机 是以色列特别设计的 是 当初以色列跟美国买F-35战斗机 F-35我们都知道分成A B C 为什么以色列的战斗机叫做I 那就是因为一方面以色列的这个 他的英文字母的这个开头 那还有就是以色列是美国卖F-35战机 比如说给日本给这个韩国以外 全世界唯一一个F-35卖给你 你可以把F-35的这个ALIAS 他的这个后勤任务资源体系的所有作战电脑 美国授权你你可以改 全世界可以以色列做得到 美国为了怕这个以色列改的电脑 而且他的资讯外露 你知道开F-35战斗机 以色列空军飞行员 你不可以有双重国籍 你只能有以色列国籍 然后还有 你不可以有开中国的汽车 以防机密外线 连中国汽车都不行 他要求以色列要制建一个以色列云 以色列云系统 就是说帕尼有些 他们发现以色列的国防军军事官 有些是买比较便宜的中国大陆的汽车 那中国大陆的汽车 有时候我们会跟手机连结 这个机上 那个车上有这个无线的这个 可以不用免持听筒嘛 那有时候手机跟那个免持听筒 它会造成这个机密情报 出境的外泄 所以他要求 以色列国防军的军官士官 尤其是飞行员 如果你有开F-35战斗 那你就不能买中国大陆的车 所以你就知道说他限制很多 就是因为他有很强大的电脑 这一次击中了他 那当然以色列国防军 又再创架一次战绩 因为在去年的时候 以色列的这个国防军 他们的F-35 他们就成功在2022年 创架一个纪录 击弱了这个两架无人机 所以今年又再升级 击弱了这个 夜门的这个胡塞青年运动组织 他所发射的这个D2D飛弹 所以又创架了另外一个纪录 so 之前我们就看到了 他开始狂轰滥炸 他开始用推毒器移平 然后用毒器 我们讲说 以色列已经在这个 所谓的战争罪的边缘 他已经误伤很多平民 现在在加萨走廊 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一万人 而这一万人里面有七成 都是老弱妇孺 但没有想到 现在以色列并没有停滞 以色列没有停止攻击 而且更啊 真的在逐步的收缩 对加萨市的包围 现在传出来消息 把水坝炸了 引海水进来 竟然要水淹三军 抱歉 目前为止来说 在北加萨这一带的 所有哈马斯的武装分子来说的话 现在已经被翁中作边 而且随时有可能怎样 就可能会挂掉 为什么 因为现在除了这个 毒气放进去 除了我们人员下去供给之外 目前以色列考虑了 把水坝炸 而且他们已经开始炸水坝 未来准备要 还不排除引进海水 灌进整个加萨里面的 所有的这个所谓地道里面 炸水坝了 对好那这样的话 水工 可能淹死在这里面 我也在所不惜 所以你看 因为有人讲说 对付地道最好的方法 对就是水工 他们真的走到这一步了 对所以你看 他对加萨来说 上面恐怖烂炸 然后把你建筑物都移平之后 派人下去 然后我要用毒气放在下面 然后现在用水 所以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就是要让我们昨天讲到嘛 这个新瓦 就是所谓邪恶心脏 我要让他停止 对好那现在目前为止来说 以色列纳坦亚胡讲什么 哈马斯已经意识到 我们正抵达 他以为我们永远无法抵达的地方 那是哪里耶 也就是说我地道 我全部都是能够清得干干净净净 我们要讲这底下 有所谓的加萨地铁 对 这底下有500公里的地道 是的 本来这个地方错综复杂 是等于说这个地方 最危险最神秘的地方 但是那才想回想 你以为我们永远无法到达 但是我们到达了 对 没错 那他们国防部的这个发言人 就说我们用手 各式各样的宝破啦 然后把他们现在目前为止来说 数百公里都把它炸毁了 所以说目前为止 以色列可以说 我们大概已经把这个地道的相关联系 都把它炸毁了 现在都是一个一个一个这样 我到时候只要饮水进去之后 你们可能就完全被我 用中捉鳖的一个状况 都打到这边了 都打到无法到达的地方了 伊朗咧 伊朗目前为止来说 只能塞人别人 塞人别人 塞人谁 曾祖党 曾祖党目前马上就出来说话 他说什么 如果以色列不停止攻击加萨的话 冲突会扩大成区域的战争 我们已经准备好要对付这个 帮助以色列的这个美国军舰 然后他还秀出这个 秀什么 他说你看伊朗有军援给我们说 遏制的反舰飞弹 我们就要打你 好那你看曾祖党这样讲 另外一个就是胡塞组织 胡塞组织又说 我们击落一台MQ-9 我们现在要跟老美来作战啊 甚至连这个叙利亚 尼巴仁这一代也是这样啊 但是美国也是 马上就派出F15去轰炸叙利亚 你说美国派F15了 对去轰炸这个叙利亚 所以告诉你什么 目前为止啊 伊朗在后面塞了这些小弟弟 这个哈马斯快要挂 赶快捅 赶快捅美国一刀 但是伊朗目前为止 他其实没有实际的这个作为 没有作为 好那刚刚讲到 在加萨走廊这个地方 以色列现在传说 他已经炸了一个水坝 而且在加萨走廊旁边就是海边 海边以后我要引海水进来 我有两个地方 一个是水坝 一个是海水 他真的敢这样子 灌进地道里面吗 这几天的时候呢 以色列已经炸毁了 在加萨北部了 一个非常重要的扎塔尔的水坝 这水坝一炸下去之后 现在水已经往加萨这个地方流过去了 那你看事实上很多画面 都是它里面已经有非常多 你看路上已经有非常多水 水已经来了 那你说水来的话 当然会灌进地道里面的一个情形 那他们现在也不排除说 会加码 可能会把海水也灌进来 好那是这样 事实上为什么这个 以色列会用这个方法呢 宝洁他其实是学埃及 埃及这样干过 埃及为什么 因为在埃及这个南部这个地方 他拉法这个地方 有跟埃及有所谓的这个国境的相连结 就是巴勒斯坦的这个所谓加萨走廊 那这个过去 这边有非常多地道 这么多地道做什么呢 在做什么走私啊 那埃及就说 我要取缔这个走私啊 我不能让走私啊 虽然埃及他也当时用水 他用 灌过地道 他用这个地中的海水灌过一次 结果被想 这个以色列觉得你这招不错 因为当时灌下去之后 真的走私就真的杜绝水 所以现在有传言说 以色列可能也会在南边建一个水坝 想办法把海水引进来之后 也要换进整个哈马斯的地道里面 所以我们先讲的 以色列的国防部就讲 现在已经进到了第二阶段 这个第二阶段就是一个地道战 地道战现在 连纳尔亚佛都讲 你到了 我到了你以为 我永远到不到的地方 是的 所以现在看到很多地道战 真的非常恐怖 宿井已经炸掉130个了 而且你所有的地道的出口 派军潜 现在所有的装备都已经进去了 对 没错 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为止这张图 张图就是加萨的北部 加萨北部来说的话 你看原本这个以色列切进去之后 然后这样子一个加萨的地方 你看现在南部蓝色的区域就是 现在以色列已经开始推进 你们看到开始在包围 越包越小的这个状况 所以现在以色列真的是 已经开始要收紧这个整个 最后的这个决战的这个地方 好那你知道 以色列目前为止 他们就在 就在 主要是什么 我先把所有的地道都摸清楚 特别是把我出入口 我都先把它掌握住 你看 他们已经发现这个入口之后 他们把它摧毁 摧毁就是 让你没办法从这个地方出来 所以他们现在等于是 这一条地道就这样的化掉 被我摧毁掉了 一个一个清理掉 对 然后我把这个所谓竖井 甚至很多这种交换 交换空气的这个地方 我把它炸掉 炸掉之后 让你里面的交换空气越来越难 对不对 不能呼吸的这个状况 那同时是这样 我突然 这个军犬 我们就不是讲嘛 每次下去地道的时候 都是军犬先进去 要么就是无人积先进去 用这样的方式 然后一个一个清 甚至在上面 所有的建筑物里面来说话 以色列的军队是 一个一个盘场 所以那实际上 在整个地道战里面 以色列是做了非常非常的 淋漓尽致的一个状况 所以现在 看到现在 以色列公布的化辩 他们现在真的 已经对地道 辽弱执掌了吗 这个上面是什么 你看 但是圈起来就是 他们发现到了一个树井 发现到一个树井之后 没多久之后 你看你没有仔细看 你根本不知道 这是一个树井 这个地道口 所以他们发现到 这个地道口之后 没多久之后 就派这个飞弹 或是派这个无人机之类 就把他攻击 就把他封住了 所以他们等于是说 他们用很多这个无人机 或是很多飞机 在上面看 你看他们发现到 这个仪式是树井 他根本就躲在房子 房子的旁边 对 你要没有仔细看 你真的没有办法发现 所以他是用房子做隐蔽隐蔽 对 他们以色列就找到非常多 找到非常多之后 然后就一个一个 下去把它处理掉 你看就把它炸掉 把它炸掉之后 让你可能 这个井有可能是有人员 可以进出的 要么就是比较小的是 用来交换空气 我就把它炸掉 所以现在以色列 就用这样的方式 不断的给你 把这个大的孔 我把你封掉 小了树井我也把你封掉 让你也没办法 这个不但人员出不来 你空气也慢慢 减少了一个状况 难怪他国防固的发言人角色 在这个部分里面 他的战斗工兵 发挥了极大作用 对 所以你看事实上 目前为止来说 真的两边的交战 是相当相当激烈的 你看这是什么 这是从哈马斯的这个角度 哈马斯你看 他们也公布一项相关人员 我们跟以色列也在 积极的作战之中 你看这是哈马斯 他们从洞口边爬出来 爬出来之后 你看他们要么就是 可能用机枪扫射 要么就是你看 他拿这个火箭弹 你看就慢慢爬出来 然后可能就先把火箭弹 他们的地道 对 拿上来之后 然后看到以色列的这个 这个把我战车啊 或是以色列人员之后 我就赶快发射出去 你看他们就用这样 然后射完之后呢 又躲回去 这就是目前为止 哈马斯他们的 这是用他们的枪榴弹 对 用他们的方式 在作战的一个视角 你就知道说 这个如果真的 没有把地道清清楚的话 我到底会有多少人 从这边冒出来 以色列跟人 我完全不知道 你看他后来就发射 发射之后 你看命中 这一台这个中甲车 马上就被命中了 你看就这样子 一台中甲车就发掉 那你看好 那除了这个 哈马斯这样做 以色列也是一样 以色列他们也公布 相关的画面 他们就说 你看我们现在在上面 进行一个 肃清的这个动作 所以双方其实 在目前为止 真的是进入所谓的 地道战 而且巷战的这个 最核心的这个部分 而且我们一开始就讲说 以色列 每个军人手上 都有一个扑克牌 扑克牌上面 都有一个人的照片 人的基本资料 这个就是吧 这是我的猎伤名单 就他们现在真的 按照这个猎伤名单 每天都有公布新的名单 现在最新的是 把它一个军火专家 又击毙了 没错 上这个又被消除了 这个是谁 这个是 这个哈马斯 一个非常重要的武器专家 叫奇纳 奇纳是 他是负责生产 以这个哈马斯 需要的什么 包括战略的弹药 还有火箭生产的 领导人之一 就以色列宣称说 我们经过这个大幅度的空袭之后 而且我们知道他人在哪里 我们已经把他炸死在这个里面了 所以你看一个重要的军事 军事的这个武器供应者 又被打掉了 所以现在呢我就讲嘛 现在已经离这个新亡越来越近了 所以 新亡一旦我把他绞杀 让这个新亡停止了之后呢 这整个战役恐怕就会告一段 那这也为什么说 这几天哈马斯就说 我没愿意释放人质 因为哈马斯已经被打到 他大概也知道 我如果不停火的话 可能我会被歼灭的一个状况 结果 现在连美国 都在这个地方出手了 他居然出动了两架F-15 出动了两架F-15 攻击叙利亚的两个基地 两个基地你知道 他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我虽然叙利亚的基地 不但受到攻击 我要报复 第二个就是 透过这样的动作 警告伊朗 警告俄罗斯 甚至警告中国 不要在这个地方轻举妄动吗 的确美军现在出动了两架 F-15战斗机 侵察也部署一段时间 这两架F-15战斗机 直接飞到叙利亚的东部 非常靠近伊拉克的这个地方 他负责攻击伊朗 在叙利亚东部的两个 其中伊斯兰的 圣城革命卫队的这个基地 圣城革命卫队 你记不记得 之前曾经出动MQ-9无人机 在AGM-114的这个地狱火飞弹 在伊拉克的这个首都 巴格达的这个机场 轰掉了这个 圣城革命卫队的指挥官 他的副指挥官 二把手 苏兰曼雷 那个就是圣城 伊斯兰 圣城革命卫队的副指挥官 那这次呢 他们这个革命卫队 在叙利亚东部 也有他的基地啊 对 存放着大量的 伊朗 他要支援黎巴嫩政组长 以及叙利亚一些部分的 这个军事组织 来这个 等于是背后是伊朗在撑腰 他这里面有很多 他的一个军事武器跟弹药 当然也包含他的一些空军的这个军力 对 那美军F15 早就锁定了之后 就先攻击他 攻击了之后 把整个两个基地毁掉 你有没有注意到 所以我打的是在这个 叙利亚的领土之内 可是他的部队 是伊朗的革命卫队 圣城部队 是 那我跟大家讲过 叙利亚的境内 也有至少三处以上的 俄罗斯的基地 美军今天派F15 先把这个叙利亚东部的 属于伊朗的革命 伊斯兰革命圣城卫队的基地 给这个毁掉 那是不是警告俄罗斯 我可以毁掉他 我也可以毁掉你俄罗斯的基地 对 然后我可以打伊朗 伊朗你在群起妄动 你在这边不是只有两个基地 你在黎巴嫩 曾祖党那边 黎巴嫩有基地 叙利亚有基地 那我可以 还可以攻击其他的基地 然后包括中国大陆 如果你提供任何的 这样的一个军事资源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用强大的 像F15的为代表 他是对地攻击的主力战机 我也可以去对付你们这些国家 就是打一场代理人的战争 然后我一时可以打三鸟 我让你们后面这些势力都知道 我不是好惹的 所以 美国派了两艘航空母舰 甚至他的二亥二级的 这个核子动力前进来到这个地方 包括他的两核登陆舰 巴登号也在这个附近 我不是摆摆样子 我不是秀秀肌肉 我不是做做看 我不是走秀的 我今天真的透过F15 而且F15是现在最厉害的 轰对地的炸弹 他上面 现在按照挂弹量上来讲 F15是最厉害的 他是攻击性最强的 进到了中东 而且我进行了轰炸 而且我轰炸的 就是伊朗的盛程部队 的确 美军会派出F15 就在于说最近 这两个礼拜以来 他已经被攻击40次了 就是美军上次我们讲过 在伊拉克 还有在这中东地区 已经有西地被攻击了 至少超过40次 这40次来自伊朗的 这个革命 伊斯兰革命盛程卫队 也有黎巴嫩的曾组长 还有叶门的胡塞组织 所以国防部的 美国的这个部长 奥斯丁就不冷了 他说我直接派F15 再来就是刚刚保洁哥提到 F15的确是当今世界上 你看已经有F22 蒙情战机 也有F35逆终战机了 为什么还要F15 而且还把他的这个 大幅度的修改变 最新型的是F15 E-X 就是在于说 这一型的这个战斗机 他的挂弹量非常大 他有炸弹卡车支撑 炸弹卡车 他平常他的飞弹的这个 空对空的飞弹 可以载到12个载弹架 如果是对地攻击模式 然后他可以载到15个载弹架 那如果要把他 采用复合式的载弹架 载那个光是AIM 腰两栋的空对空 中型飞弹 那他可以载到20个 所以而且他还可以载 B61的核弹 他的这个出问世以来 全世界的个型战机 你在空战 多少都有一些战损 他没有战损过 他没有战损 104 104比0 所以这个成绩啊 这个战机是F16比不上 F35比不上 F22也比不上 所以美国是把最强的 空中杀器带到这地方来 所以买这个F15战斗机了 除了美国之外 以色列又很多 以色列也有109架 然后现在美军派F15过去 而且F15的这个航电系统 仪表板 他的这个雷达HUA HUA 他的一些飞行的 这个电站系统也很强大 所以他现在用来 对付这个叙利亚东部的 这个伊朗的 他的一个革命圣存卫队的 这个基地 刚刚好而已 在我们双十国兴的时候 中国的七十三集团军 现在做一个 抢贪登陆的一个演戏 把他吓坏了 跟你说 这落后一个世代了 现在的战争 没有人这样玩了 这样的一个战争 你很快就被摧毁了 现在最可怕的战争 我就透过AI加上无人机 而最完美的演练 竟然是前一段时间 以色列对付巴勒斯坦 所以很多媒体的报道说 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的 第一场AI战争 没有错 如果你去爬梳 今年五月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战争 你会发现 他所有的作战逻辑 都跟过去完全不一样 完全改变作战形态 完全改变作战形态 比如说之前 过部队大晋级的时候 你要担心是地上地 对不对 抱歉在这场战争 你要担心是天上的天类 因为无人机 随时会在高空盘旋 锁定你丢下炸弹 又比如说 过去巴勒斯坦的 万箭齐八火箭弹 往以色列这边打 对不对 抱歉这次你看 铁穹作战系统 他是去找目标去做拦截的 你可以记住看到 左边的飞弹都是跑物线的 对 右边的飞弹 是会去找目标 去追左边的飞弹 这个就是防空系统 当人工智慧记录的状况 完全不同的概念 所以过去我们刚刚讲 它的铁穹是全世界最强的防御系统 可是这个最强的防御系统 它也只有90% 你还是有10%的漏网至于 当时以色列 面对巴勒斯坦的这种万箭齐发的时候 你还是有伤亡 这是最可怕的是 但是以色列居然没有任何伤亡 竟然没有一颗子弹 可以落到以色列的本土上 大家想 你怎么做到的 原来 我透过AI 我透过大运算 我透过这个人工智慧 我竟然 可以精准地算出你每一个弹道 甚至 唯一几颗有落下来 是这个铁穹系统 放弃拦截 因为他预判 他会掉到一个无人区 根本不浪费子弹去拦截嘛 这不重要的地方 不重要的地方 甚至 人 同样是40人的步兵牌 面对过去 他大概可以发挥600人的战斗力 你说 40个以色列的士兵 是过去600个人的战力 没有错 他为什么 他只加了人工智慧跟无人载去 比如说 好 我们过去 原本讲吧 我大部份的技巧人 我担心地上的地雷 对不对 抱歉 现在以色列不跟你玩 埋地雷这一套 你地雷会被扫人 可是这次巴士大会 遇到什么状况呢 很简单 他上面就有无人机在盘旋 这无人机在盘旋 不是我们在拍电影 那无人机 我眼睛看到 他的高空是3600公尺的高空 比玉山还高 然后呢 他在3600公尺高空的时候 照你的脸 解析度跟拿手机在近距离前面 照一样清楚 他完全可以分辨 哪个是以色列部队 哪个是巴勒斯坦的部队 太夸张了吧 我在玉山的山峰上面 我竟然可以看到了地面 你的部队到底是敌是友 是 而且我们称之后 游荡炸弹 为什么 因为这都会一丢出去的时候 他连续超过一个小时 他就在3000公尺以上高空上盘旋 然后盘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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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 10公里 然后他就一直看 他发现下面的敌人 如果是敌军的话 甚至不用经过人类嘴 他直接都撒下去 面对这样的游荡炸弹的概念 你是吃剂的苦头 过去在地上你可以扫雷 现在叫做天雷你连看都看不到 你只要进入到他游荡的地区 抱歉你有去无回 再来我们看到铁穹作战系统 巴勒斯坦每次要打以色列 一定万箭齐发 火箭战队上都太便宜了嘛 可是为什么铁穹作战系统那么重要 很简单嘛 他有几个大特色 第一个他会自己去找目标 什么叫自己去找目标 他们飞弹是会互相沟通的 这个火箭战已经有别的铁穹去追 我就不去追 我会浪费力气 我七八枚去追一枚干嘛 他两枚追一枚就够了 第一个是会互相沟通 他会自己去找目标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那个弹道 是很不具规律性的嘛 他是歪的S型的嘛 他自己去找目标 然后呢他不是抛物线的 左边是抛物线 所以是巴斯坦射过来的 又比你升级他是S型 他会自己去找目标 他的飞弹会转弯 对 这是第一个大特色 第二个大特色 他会自动去计算轨迹 计算轨迹 就是计算落点 你知道落点就是哪些落 他落到没有人的地方 我就不去追他了 如果他掉下来 那我确定轨迹是什么 这个铁龙中央系统叫做碰撞拦截 这是不同的概念耶 有的是这样子 我知道你大概往哪里走 我在你旁边爆炸 影响到你 你掉到别的地方就好 这个铁龙系统爆炸点对点的碰撞拦截 所以表示他是精准的知道 他会往哪里走 所以可以直接碰撞拦截 所以你的速度跟轨迹我都抓到了 而且以色列为了要彻底贯彻他的AI的部队 他们是有个非常神秘的部队 叫做8200部队 以色列这个8200部队 每年是维持50名电脑科学家加入的 这个不是特种部队 你进去之前不是彻底体能 他们进去的时候是厕所 为了智商测验 他们就是确保以色列的人工智慧 在这场战争中是持续领先的 这个8200部队就做到什么程度 不知道保里哥 你还记不记得 巴勒斯坦人躲在地道里面 他们的地道跟迷宫一样 是 最后8200部队 通过人工智慧的计算 确定他们躲在哪里 丢砖地弹 一公尺一个 十公尺一个砖地弹 整排的以色列巴勒斯坦 整排巴勒斯坦人 躲在地道里面 一向持统 一躲在地道我都可以算出你的位置 而且我们看那张图 那个像尺量的一样 一个跟一个就是精准的距离十公尺 所以这东西是非常非常离谱的 那人工智慧到底在战争中介入之后 到底差多少呢 保洁哥你还记得我刚刚讲吗 40个人可以抵600个 这个是有计算过 而且也有去做战争上模拟的 怎样40对600 美军一直很好奇 如果我有一天 今天我的部队 第一个配上所谓天空无人机 然后配上所谓的坦克 再加上人工作业介入 我大概可以达到多大的战力 他们用无人载具加40个人的步兵牌 击败了120个连级单位占据的营地 他说过去我要能击败 我正常要600个人才可以把他打掉 可是这次40个人毫法无常 就可以把这120个人踹掉 他说增加了15倍的战术 他说最大差别是什么 我普通人一个指挥官 我再怎么样战斗经验的 我冲过去我的战场感知 什么叫战场感知 你要知道敌人在哪里 飞弹从哪里过来 哪边有陷阱 一个正常经验丰富的美军 500米 可是你加上无人机 还有加上无人载具帮你看 你可以占到5000米的战场感知 增加10倍了 对 然后你在冲的时候 你不用派人 你派无人坦克过去 上面有无人机协助你 所以整个人的概念是 你法佛在打仗过程中 你像是个上帝在看这场游戏 所以以色列现在不是只有无人机 他还有无人坦克 是 然后呢重点来了 无人机发含无人坦克 无人载具 那个是增加我们攻击的距离 或攻击的能量 可是他还增加攻击的智慧 这就是人工智慧介入的部分 所以最近有个非常有趣的战争 是什么东西 塔利班跟这个所反抗军北方联盟打战 原本来说两边都是半斤八两 可是在前几个礼拜 某一次塔利班发动了夜袭 夜袭完之后呢 反抗军跑去跟国际媒体喊冤 说这根本不是塔利班 是什么 为什么有无人机 塔利班也有无人机 为什么有无人机 为什么会有夜间空袭 而且为什么他还 除了无人机 还有无人直升机 就是那种战斗直升机 他还有无人直升机 结果呢 后来是什么呢 既然是别的巴基斯坦 去占助塔利班的 他发现说那个无人机 是中国的无人机 跟无人直升机 所以那一场战争 让北方联盟差一点全军覆没 可是塔利班是夜袭 你有了夜袭的能力 你就几乎跟美军无异嘛 对不对 所以整件事情 北方联盟跟塔利班打了多久 他占领了那个山谷的时候 塔利班一点办法都没有 他通过无人机可以攻进去了 当然是这样 我谈一下什么 夜袭叫做战场感知嘛 这个战场感知都在你的里面的时候 你当然可以 你看不到我 我看得到你嘛 所以当下 这个塔利班军就通过卫星电话 向全世界喊冤 说怎么会有巴基斯坦的无人机 来协助塔利班 可你也知道 这个东西彰显了 如果有无人载具加上人工之位介入 一切战争都会不一样 这个73集团军抢摊的画面 他们抢摊的时候呢 没有错 非常战术的确实 可是你要想想看喔 就这个 他如果上了摊案的时候 我们国军在海滩上 沙滩上等他是游荡炸弹 还记得吗 我刚刚讲以色列我们现在有在研发喔 对 三千公尺以上 鎖地目标 我们也有 我们在研发有乱炸弹 而且预算去年才过的 所以如果你想想看这样的东西 当然了你在过去的战争形象 逻辑完全错通 可是如果加入无人载具的话 这些解放军 我坦白讲 有去无回